我跟你说 为什么今天咱说聊聊这个酒啊 一个是快新年了嘛 再一个我发现呢 你们这几个都够酒图的 梁文道先生写过 酒是中西文化的味觉碰撞 我哪写过这种文字啊 这句子都不像是我写的 人家是从你的文章里摘出来的 那一定是他们编的 然后马家辉曾经说过 莫言的小说 酒国让我感到性兴奋 是吗 那绝对是我写的 我不像他写过的东西不承认 大部分网络上 那种金句式的话 说是我写的 我都一概否认 我不会写那种句子 包括那个英国贵族是怎么装的 那是你写的 对对对对 但我不会说那是怎么装的 这不是我的话 今天这位老师 他可不是装的 为什么说他来了 我得开个酒啊 你知道丁学良老师 你别看他这个比咱们年长 但是当年是影响过我们的 启蒙年代 对 八十年代 就要走向未来从书 对对对 那个时候 全国我们的大学生就看这个 光荣光荣光荣 他是编尾之一了 对吧 然后呢 但是我主要对他感兴趣的 不是这个 是那酒 对 这老师 爱喝酒 出了名的 出了名的 就是说号称 瓶生瓶酒 三千种 后来您到了 二十几年以前的事 您现在一天也得来一瓶 一天现在不敢喝一瓶了 因为家里人劝 说你现在已经不是三四十岁了 是吧 能不能降一点 我通常现在三分之二瓶 是红酒吗 你说瓶生 还是啤酒 三分之二瓶 啤酒现在已经不敢喝了 就喝葡萄酒 红葡萄酒 三分之二瓶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天来一瓶白的 白的是 那是更年轻的时候 那就是三十岁以前的时候 一天会盖一瓶白的 而且丁老师 你瞧 既然你这么好酒 我给你拿了我这一小收藏 这是酒 这是一个绝 绝嘛 绝就是大绝 商代的 商代的酒杯 这里边我也能讲点文化 就是说 这真是商代的 商代的 二里刚 二里刚文化的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再那么着 二里头更早了 这基本上是二里刚 他这个花文 还是比较朴素的 这种早期的 我想讲这个什么 这就证明了一段历史 商代有一种说法 是因酒误国 对 就是说你看 为什么有鼎 就是当年商代 商代青藤记 主要都是酒气 他祭祀祖先 绝啊 孤啊 就酒杯 祖先喝酒 确实商人 就是不仅是上鬼 就姓鬼 再一个就是喝大酒 喝大酒 就是据说是周武王 不是把商给灭了吗 对 当时周朝就是说 要吸取商朝的历史教训 就商朝就是因为喝醉酒 因酒误国 因此呢 周朝就是搞那个顶 你看周朝的时候 装粮食的这种青铜器 装酒 装饭呢 装肉 装菜 这种青铜器就多了 这就反映周朝要吸取 上一代喝酒误国 但我一直怀疑这个说法 只不过就是一种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从来青铜酒气 不是真的让人喝酒用的 那是祭气 那是礼气 那是礼气 那是祭祀用的 是 而酒是能通鬼神吗 因为酒让人进入一种 出神状态 疑狂状态 所以就等于是南美洲那些国家 他们以前西马耀一样 就在其实欧亚大陆 很多国家都是用酒 进入那个出神状态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 所谓的喝酒误国 说商人因酒误国 倒不如说可能是因鬼神误国 是祭祀的人 而且你那个 打胜仗的国家 一定唱衰前面的国家 对啊 他不是说他喝酒误国 就是说抽大麻误国 女色误国 而且他需要没事干嘛 又没手机 没得刷屏 你总不能刷你刷屏误国 所以在喝酒误国 抽烟误国 还有什么 女色误国 赌钱赌不误国 对啊 总要唱衰 不过说这里 说到这个刷屏误国 说不定等到将来00后 要是执政 千万别刷屏误国 对 我觉得有 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前一个礼拜在北京 跟几位老师 在聊天 在谈的时候 同桌有个90后的女生 聊着 完全一句话不讲话 那大家以为她没兴趣 或者说听不懂 等等 原来她不断刷屏在干嘛 听见我们讨论一些政治 或者说文化的事情 她找资料 对 找完资料了 马上就微信给我们 或者说微信给我 因为她是我带来的朋友 微信给我 表达她的看法 所以她不参与 比如说以后90后 或者说00后去 她在另一个城市 在管制的时候 可能开会都不用讲话 不过 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 历史研究 文化研究 人类学研究 就是说 世界上最伟大的几个文明传统 都是跟一个特有的饮料 紧紧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喜欢喝茶 副教主要是以茶 副教 副教 作为它的物质载体 穆斯林 伊斯兰教 主要是以咖啡 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我们讲新教 是葡萄酒 对 这三大文明传统 是从三种伟大的饮料 作为载体 而且 从来去不了 而且这个呢 是文道有话说了吧 这是你写的吗 我不知道啊 署名是他写的 就讲啊 你注意到没有 也挺有意思 就是属于传统天主教的 这个地区啊 比较有好酒 或者说比较讲究好的红酒 这是真的 这个新教 基督教的这个地方 比较清教徒 这里边就跟什么呢 就说那个耶稣啊 什么鱼饼二鱼 就是说领圣餐 领圣餐 你喝的那口酒 对吧 这个 你像基督教的新教 他就讲究 这人呢 这种减少自己的欲望 贪欲 所以说真的就是喝个酒而已 因为新教国家 基本上不太讲 讲究这个美食 就饮食上的享受 所以大部分 这是一般的讲法 欧洲的美食国家 是能够划条件的 就凡是天主教国家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都有好东西吃 有好东西喝 然后到了德国 荷兰 英国 新教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 美国是新教极大 所以就要是天主教 你比如意大利 对吧 他就觉得 红酒 上帝的血 还是耶稣的血 他们会觉得 既然是耶稣的血和肉 那肯定难吃不了 而且 他讲究这个 而且在欧洲 最伟大的 他们不叫啤酒 用啤酒 听起来是大中饮料 就大麦酒 对 都是在最好的 修道院里面 是 而且他们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最好的 我们 我们称之为啤酒的 这个大麦酒中 最伟大的七种 都是在世界上 地球上 现在最古老的 七个酒道院里面 保持了一千年 到八百年的配方 你说比利时那些 比利时或瑞士 星老师 当年您这个 头一次 从由于中国土鱼 刚到美国的时候 您第一次喝这个 好的红酒 咱们也不是一步 从土鱼 卖到羊鱼 卖了半步 卖了半步在哪呢 就在北京的 就是东郊名乡旁边 有一个餐馆 当时是苏州办过去的 叫做松贺楼 松贺楼还在 是松贺楼的饭馆 在那里我们宴请 中方宴请 宴请谁呢 哈布大学名牌教授 麦克法库 而且中方的主人是谁 是周总理的外师秘书 姓赵 已经过世了 当时很遗憾 中国还没有进口的 口头去 只好后王朝 天津王朝 出来的第一批的干白 当时还不叫干本 叫半干本 我当时这是土鳖啊 然后呢 麦克法库就说 他这个就看了下 人家这三米卷爱 就半干嘛 我当时一直就不懂 我这个葡萄酒 怎么是卷爱呢 是干呢 我们中国人讲干嘛 是吧 杯子喝到 几条天就来干的 我这么一瓶酒 这么一口就能喝到 几条天了 这才叫土鳖 我现在基本上 等于天天都得喝 红酒才能睡觉 谢谢啊 谢谢 真的 这么严重 对啊 我那红酒成了安眠药 我跟你讲 豆先生 因为你喝的这个红葡萄酒 都是给女士们喝的这个档次 还有什么档次 你要真正喝那种 熊男壮男的这种红葡萄酒的话 比如说 还有这个分别 当然了 什么红葡萄酒是壮阳的 这就是新大陆的 新大陆跟土壤有关系 对 你比如说喝点智利的 或者是加州的 尤其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 最好的红葡萄酒 Seras 我们估计讲是辣子 最好的它是带皮 一种是按照手工做下来以后 如果成了八年以上 你瞧瞧 你网上喝一瓶 别喝一瓶和半瓶 别再睡觉 一月睡不觉 我到澳大利亚去 天天网上市民 我以为怎么不容易泼咖啡 网上不敢喝 和澳大利亚那个 那个卖酒的跟我讲 他说你是不是天天网上 喝红葡萄酒 我说是的 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 比咖啡还厉害 天哪 你试试看 有了这个红色尾哥的效果 是吧 可是顶多我看效果 也只能三个月 因为这样合法 三个月又受 你会睡下去 对啊 习惯了是吧 所以还是用我朋友 拉一招 他是这样 喝红酒也睡不着 吃药也睡不着 吃完药喝酒 你先吞两颗安眠药 然后喝个酒 保证你一睡不起 他对你睡不着 一睡不起 一睡不起的安眠药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家会给你讲 一睡不起的 不着安眠药 很多人就是吃完安眠药 再喝酒 下场通常是什么 比如说穿着睡衣 上街大喊大叫 或者是半夜起来 烤了个蛋糕 然后到白天把他吃完了 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烧炭 烧炭最好 你说这个 我有个视频 可以给你看看 你知道现在他们有那个摄影队 做那个实验 就是人的反应 就比如说丁老师 您知道这个年轻人喜欢炮夜店 您知道有一个现象叫捡尸体吗 他可能不知道 这个设计就是你喝醉的 在台湾 就那个照片 就是说这个小姑娘 你的男的 你开着车出去 街上 酒吧门口 竟有这个喝躺地下的 那个小姑娘 你可以把他扛上车 扛回家 每期名曰 捡尸体 对吧 说这捡尸体就有现象 他们先在纽约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说找了一个扮演的 一个女的 喝醉了 穿的也挺暴露 躺在街上 看看美国的这个男士们 怎么 解释 援助他 对吧 结果发现美国人还真是挺高尚 就是说 大多数吧 基本上都是 你怎么回事啊 什么帮助你啊 帮你送回家啊 或者帮你通知谁啊 然后呢 他们在中国呢 也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你可以看看这个姑娘 假装喝大了 看看中国的男人 我们怎么样都去报公安 是怎么解释几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他的下场 这些是哪个城市 对 什么地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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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吗 哎 车吗 哎 师傅 走吗 来 上上上上 好 快走 来 怎么走啊 找特意都没这儿了 他这个手送哪儿去了 手在腿上的吧 自己的腿 还有别人的腿 这很快 你瞧 这是送酒店去了 酒店 你这是弄酒店 拽着这女的 要给她开房 进了房间了 这是一围一围 这女演员 还挺会转身 来一个武术动作 一腿弹过去 男生 这是男生吗 工个人员 该进来 OK 这个有点趣 这个有趣 丁教授看来要举杯庆祝 这个有趣 觉得自己学校 也可以做这种社会实验 不太真实吧 刚才这房间有四个镜头 高 低 左右有四个镜头 你去偷拍 不可能装这么多镜头 但是呢 我的确发现 很多男人就借女人酒醉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就是说 咱不能当女的 女的当然不是傻子 对不对 可是呢 为什么我真的身边 很多男人就跟我讲 女人呢 甚至我有时候认为 女人是不是羊醉 就本来这一夜情啊 是你情我愿 但是是不是有些女性 似乎她认为她有一个 喝醉了的理由 就更容易接受 很多男的 她的实践经验就告诉我 就女的清醒 很难上手 就是 就总得把她喝 喝大了点 你说这是 丁教授您喝这么多年 也是这方面 这个事情在东方 比西方应该多一点 因为西方这个社会里面 比较自由 比较开放 这个我们在澳大利亚 有听澳大利亚人一句讲 特别在英国 在爱尔兰 因为他们很多移民都那儿来的 她说女士们喝醉了 不认为是太 你在喝醉之前做的事情也可以做 喝醉以后也可以做 但是我就发现在日本 韩国这些比较传统的学会 女士们要做一点放弃性的事情 她只能以喝醉了酒以后 作为一个借口 她不一定真的喝醉了 喝醉了酒做的事 讲的话动作不飞一点 OK 老司机 而且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作用 你说女的没喝酒 以前不容易上手 她可能有些理由不让你上手 比方说嫌你醉 她喝了酒 就根本看不清楚你了 多醉了都觉得都一样 都长得像彭于燕 然后她可能嫌你穷 喝了酒她也忘记了有钱没钱 所以你喝酒以后 她不让你上手的理由都不在 所以就变成真空状态 真空状态你就上吧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其实他们老讲情怀 我觉得更有决定性的 我老爱讲状态 它是个状态 不光女的要喝 我也要喝 因为我现在发现 像咱们这个有厌世倾向的 很多时候 尤其你这个知识分子 你太清醒了 你跟女的很难达成这个柔情蜜意 不是你不想打算 人家不理你 我也不想 人家不理你 有时候觉得这个没有兴趣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这个酒 并不是让把女人灌 这是把自己灌 对 然后胆子就大了 不是叫胆子大 而是有一种美好的 朦朦胧胧的感觉 人也比较容易释放一些 心里边的情 我跟你说 像咱们这样的 就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 你就是说这个我爱你 我跟你说我都脸红 我就觉得扫没大眼的 没那个 我是有这个激情 但是有时候我心里也有一个锁 打不开心扉 有的时候我们俩来点 这下就互相就能够很容易 进入到这种谈恋爱的这种幻觉当中 你要想进入 我们亲个嘴吧 你要想进入这种状态的话 当然最好的效果是喝葡萄酒 尤其是红葡萄酒 如果说在亚洲最好的状态 就是喝那种 我们中国的那个烧行黄酒 这个系列 在日本就喝清酒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也很有趣的 就是说你看那个日本人 为什么就是说 有那么多在喝酒之前 没喝酒之前 政见委 就规规矩矩 是吧 什么掌幼 什么真言 一大堆 日本人干的最荒唐的事情 都是喝了酒的时候 对 当然是 他们喝的不是我们讲的厘性酒 喝的就是清酒 因为清酒有这个效果 清酒你能喝的时间很长 你能慢慢的喝 而且清酒喝过以后 在你脑子里面 能够留下持续的 是 那种迷迷糊糊 是 半醉半嫌 是 也没到不能够自己 但是呢 平时不敢讲的话 平时不敢的表达都来了 对 因为这个 清酒是从中国的 刷新酒过去的 刷新酒里面 没进过蒸馏 它中间留下了很多的 生活化学物质 使得你容易 我们讲就是 以前中间喝酒 容易上头 容易上头 对 容易 容易受益 原来是这样子 难怪 很有道理 因为一般好像觉得 黄酒跟清酒都是容易上 多有个效果 而且你能够睡很长时间 没有 重点 有时候是说 喝酒有没有喝醉 怎么交心 或者说放肆都好 我觉得都很容易看到 比较尴尬 难以处理是什么 第二天起床 先别说身体上喝醉 第二天起床 不管是男女 比方说起床里 发现睡旁边 没穿衣服 大家很尴尬 要处理 那这算是男人 我记得北岛 好久以前 有一个短篇小说 就是这样 两个人 有利益矛盾 有在办公室 后来就交心 哥们 兄弟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然后讲了半天 第二天睡醒了 回到办公室 还是你见到我 我见到你 重点在于说 那些利益矛盾 没有解决 还在那边 然后还在那边 那你可是 昨天好像交了亲了 很尴尬 怎么办呢 怎么那个 是大家来杂装 昨天晚上的交心 道歉没有发生呢 还是往往会变成 冲突更深 我会计算的更深 所以这说明 你还是比较认真的 香港朋友 像我们北方人 对这个现象 早已经 老早已经办了 安知若素 我跟你说 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跟你讲 我给你讲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现在太多了 就是中国有一个 著名歌星 我们俩呢 就是当年关系挺好 男女的 男的 男的 还是个帅哥 就是他喝酒有名的 就是一喝 能喝出双重人格来 就是所谓 咱们叫断片 丁老师你断片吗 我不断片 我也不断片 他断片 他断片就能 真的昨天没发生过 就是我当天晚上 从香港到了北京 好 我们在一个酒吧里 我们在喝酒 这个人要喝醉了酒 他本来是个帅哥 很清醒的 一喝了酒 媚眼如丝 整天晚上在我这 腻了一晚上 就跟那个激情四射 他今天晚上 就变成了我的情 我的情妇 他在诱惑你 不是 他似乎喝了酒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 这天晚上就一直这么抱着我 我不管跟文道说话 还是跟嘉辉说话 他就 他也听不见别人 他是别人吗 不是 他绝对是异性恋 就是他就听不见别人了 他进入了一个人格 就是他喝大了以后 他进入一个人格 我估计这个人设就是什么呢 他今天晚上是我的女人 因为他的表现完全是这样的 可是 第二天 下午 什么都忘记了 起床 我碰见他 没事 他说 温头 你什么时候从香港回来 真是 就我觉得他有断片 但是问题有意思的是 断片之后 他会出现另一个人格 其实我觉得这个 说不定人人都是这样 就我常常觉得 大仆人 真的是 大仆人 很多人我们常常说 酒后吐真情 酒后吐真情 这句话后面 假设的那个人格的结构 是同心圆 就我们人格是一层一层 薄洋葱的 我最外围那个是虚假的 然后喝了酒 一层一层吐露出来 才是真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换一个想法 其实只是人格是多重的 喝酒打开的 只不过是其中一格 就你面对不同的人 也未必就是最后一层 也未必是最后一层 也未必他比较真 但肯定不是最外面一层 没错 我们平时是最外面一层 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就人格其实是破碎的 就很多 很多元的 而且我实际上 人格就是洋葱 人格就是洋葱 你或许可以从光明一点想 因为喝酒了 还放松 有时候会让你把一些 没想通的事情想通 我说土耳斯带 讲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话 那是俄罗斯人 当我们俄罗斯的作家 讲过的最清醒的话 都是醉酒 这是这个逻辑 俄罗斯的人对酒 跟我们中国人对酒 可不是一个档次 我就在北京机场 看俄罗斯人 怎么叫喝酒 我以前自己 因为自己就可以了 这是 这个二十年以前的事 三个人 一看样子 也不是工人阶级 一看样子 也像个知识分子样子 从北京机场 我然后飞回香港 我们都是在 下面一层 后机 这三个人进来以后 又三十来岁 穿着衣服 西装跟你差不多 没在领带 就是很潇洒的样子 冬天啊 就站在柜台上 每人要了一瓶 红心排 56度的二锅头 每人一瓶 当场 那个卖酒的 以为是要带回乌鲁斯 他说不 他不会讲中文 就手把撬开 撬开以后 每个人站那个地方 什么都不吃 三个人聊天 把三米以后的景观 然后上飞机了 半个小时不到 我在旁边看了一个 非常佩服他 一点都没有反应 那才叫俄罗斯人 做俄罗斯人喝醉 至少要用三瓶 而过头 56度 你知道上次 我们去莫斯科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那个真是尸体啊 就是有些人 就是醉死街头 因为俄罗斯那个冬天了 太冷了 太冷了 就每天早上起来 莫斯科街头 就很多冬死 就冬死的 就他能喝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这个喝酒 这玩意儿啊 他是个人生状态 你这我脑子里一下想起 我过去看过一个电影 就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个 叫两颗绝望的心 就讲在拉斯维加斯 一个酒鬼 对 我也看过 就是你说 人有那么一种力量 就是我要喝 然后呢 我觉得那个不仅仅 用饮来解释 甚至咱们说 魏晋南北朝 就是你讲这个流灵醉 他们那种 就是照死里喝 坐这个牛车 装着全是酒瓮 然后留下一句话 说哪天我喝死了 就地把我埋了 你说 闻到你说 他这是求什么呢 求死啊 还是求 不求死 就是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琉璃跟那个 你说的那部戏 还不太一样 两个绝望的戏 那个是一个 他要努力的 把自己往下拉 就别人觉得 那叫做无限制的堕落 但是对他来讲 那是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解放 唯一的解放 心灵的解放 对要不断地把自己往下 但那个往下 其实是很有勇气的 那是要冒险的 你不知道人的底下 还有什么 一直所谓的 大家觉得所谓的堕落 不力图振作 这都是负面的 我们所有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很消极面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人老想把自己灌醉 老不想振作 觉得他是无所作为 恰恰我觉得相反 这是要一种作为 而且是种很厉害的作为 这是要花力气的 而且你想 尤其讲到 这个魏京南卖朝 这些伟大的这些文人 当时对他们来讲 实际上有好几种寻求 同样效果的 我们讲喝酒 还有胡来 我们喝很多不少 还有福散 还有种就是走向 走向宗教 走向宗教 都是要 你说的这个是 对 您说这是往上走的 其实我在中国社会里 我其实我不大喜欢那些 喝大酒或者撒酒疯的人 现在我们的朋友 都是很好的 就谁也不会勉强谁 但是实际上 我过去在中国社会 见到的太讨厌了 所以我认为酒 有可能让你往上 但是也有可能释放你的恶 就是有些人 你明显觉得 平时伟君子 平常对你的满满的恶意 他没法释放 他只有喝了酒 找到了一个合理性 就说我操 我就看你不顺眼 你知道吗 就会弄出这么一种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挺尴尬 就是我有一个男的朋友 这哥们 他挺有意思 他怕他的这个女朋友 这个喝酒 因为呢 他就说 就是说 他清醒的时候 就平常清醒的时候 减刑的是个贤妻良母 就特别好的那种 温联公俭让那种女人 他说我真是最烦 他这个喝酒 因为每次他一喝 一喝醉了 就没 像咱们这微醺 他说你一喝醉了 他就在嘴里 说出来的那个话 让他听得太 就是说 有些人是不是 心里有一种逆反人格 就是说 你讨厌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讨厌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讨厌 我说前男友 我喝醉了 我就跟你说前男友 你讨厌我什么 就是好像他就说 这个女的怎么 我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 每次一喝大了 就跟我 他就简直 我就摁不住他 然后嘴里说的是那些 我清醒了之后 都他妈讨厌的 不行的那些话 那种叫SM人格 就是烈带狂 我明知道讲什么 你不舒服的 就偏说 可是喝酒很麻烦 你自己麻烦 你陪别人喝 喝出问题也麻烦 我很少看到我父亲哭 我记忆上终身评两次 一次我以前在节目讲过 就是当北京天上人间 倒闭的时候 我父亲就哭了 因为他说一辈子 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我说一辈子 因为父亲真是个毁人 不是 因为他没去过 他一直迟带我发了财 带他去一趟 他久仰大名 可是后来 我一来我没发财 二来天上人间倒了 他说我这辈子 这是90年的事吧 90年 好久 10年前 10年前我还是没发财 你父亲主要是心中的圣地淪陷了 这是他觉得是他一生的伤痛之一 除了 我第一回听 除了天上人家老板之外 还有别人为他的倒闭而哭 他第一次 其中一次见他哭 另外一次的更早期 我记得我在国外读书 然后回香港放假 看他 有一天下午看他哭 为什么呢 他接了个电话 他在澳门一个很好的朋友 一个报社的老板 死掉了 原来是什么 我问我妈怎么死了 看我爸好滔大哭 他说什么呢 那个朋友就是喝醉了 什么什么掉进河里面死 然后死之前呢 有点说他细杀了 因为肝癌 喝酒喝多了 然后父亲哭什么呢 因为他总是觉得 是我把他喝死了 是我把他喝死了 因为我父亲 不晓得为了什么理由 每个礼拜去澳门一趟 我妈也不敢问他 什么理由 到澳门找天下人间去了 反正在澳门呢 都是跟着朋友喝酒 我父亲酒量好 然后呢 据说就每次就惯着朋友 喝喝喝喝喝 后来最后那个朋友呢 肝癌 肝癌就自杀 所以就觉得他害了他 你这个 他这个喝酒 还是没 你这个爸爸的朋友 喝酒还是没笑啥 我们小时候 在农村里面 那个知青年也的吧 知青 我们那个生产队长 他有个习惯 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带人夏天 做干活嘛 去大寨 很累 那个阴氧也不好 我会带人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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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带人夏天